好不好意思 刚刚才发现到 本来要解释 这个上个礼拜 活用的 这个活用题的程式码 我是给它放到别的档案去了 现在这个是正式的程式码 那这个程式码 我会放在 就是单元5的每个 就是个人的回馈单中 那等到那个 单元5的批改都完成后 我就会寄给大家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prop 它到底是怎么样算 那其实上一次 这个活用题 有一个同学有解答出来 那是谁 你们就自己去讨论区 去找 因为真正的解答 我是有付一个 附一个emoji 那我现在这里提供的是 另外一种解答的方式 就是结合了上次有跟同学介绍的 这个管道运算字 好那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给它全部的执行 执行一次看看 好那这个执行出来的结果之后呢 它是比原来的babynance 我给它增加了几个栏位 好那前面这个year跟性别就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那这一个是我特别在另外算 就是算的是根据每一年 因为每一年就是我们从原来的这个资料 其实会看到说 每一年 每个性别 都有一个 每个名字都有一个人 都有一个人数 所以现在这个新栏位 year sex total 其实 听 看这个 我的取名的方式 就会知道 是 它 我这个栏位里面的这个数字 就是把 就是像是1880年 女性新生儿的所有名字的人数 加总在一起 好那 第三个栏位 其实又可以这样子顾名思义 我是把 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是 这里原来的也是 原来的栏位 prop也是有 每一年 每个性别 每个名字都有一个比率 那么 这个新的栏位 就是 把 每一年 这个性 这个女性新生儿的这个prop 这个 比率的数字 完全加总在一起 那么我是 有 相信上次有尝试活用题的同学 你们应该都有发现 就是 每一年 每一年同一个性性别的这个人数 就是比比率这一项加起来都不会等于1 因为如果说他的这个人数统统计是确实的话 那么这个比率的加总起来应该是等于1嘛 就是等于百分之百 不然的话他这个算这个比算这个比率就没有1 好 那所以 那这个问题就要怎么 我这边先讲一下 那这两个栏位其实就是在上面 你们看到上面这 这一个我自己所提供的这个解答的程式码的这前三行 所要解答的那个group by跟summarize 大家上次都演练过了 就都知道他是分组然后做描述统计 那我这里的描述统计值只有产生这两个新的变相 好那所以呢 接下来 接下来我在做的这件事就是这个新的这个mutate这一行 就是要我要用这两个变相去制造一个新变相 这个叫这个教授是这一年真实的这个就是这一年女性新生儿的真实的人数估计 好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新的就是义尔塞克斯reverse的N 那你们可以看到 呃虽然这个你们你们可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跟这直接直接去实际做话应该会发现 就是真实的人数当然是应该是比这个 我能直接从资料中加种的人数还要来得多 好那接下来就就是大家应该讲到这里 如果你有你有这还是很简单的四则运算 就是你有跟的上话应该就已经发现那个真正的 真正的那个他资料级里面的prop的那个比率的数值 他应该是要怎么样算才是对的了 好就是他这个其实是 好在这里我就是有在结合在上一次我们有谈到的结合原资料表 那所以就前面这这个从这个义尔塞克斯total到这里 义尔塞克斯reverseN它这里都都是那个重复的数字 因为是结是结合后的就是跟原来的babynance结合后的效果 那我这里就是直接去算就是说是用在原来的这一个表中的人数 跟实际我们估算的实际人数去做那个相处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是不是跟这个我自己算出来的这个propulsion check 这个栏这个栏这个栏位里面的数值跟原来资料表的数值是一致的 好那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个propulsion他其实原来资料级的propulsion 他没有把当年就是美